禅宗三祖 曾燦禅師 在他所住的信心靈裡講 知到無難,為嚴簡擇 但莫憎愛,動然明白 浩利有差,天地原格 欲得現前,莫存信益 他的意思是說 原本究竟的真理並不深奧難尋 只要不要用簡擇分別的知見去探求 不存在世間的喜愛和憎惡 那真理就會很清晰地呈現在我們目前了 如果我們時常生起妄想分別心 佛聖就會與自己相隔,有如天地地遠 欲得現前,莫存信益 如果想真理顯現於目前 就不應該在心理上有信或者易的概念 凡人對於信義的事物 往往生起執取心 對於唯易的事物生起厭惡心 執取和厭惡兩種煩惱 是會令人蒙蔽真理的 其實世間是沒有絕對的信義事物的 只是自己的分別心作粹 當櫻花在春天盛放的時候 如果催來一陣驟雨 將燦爛的花朵尖濕,飄散滿地 這一陣驟雨對櫻花來說是屬於易 但是當櫻花需要雨水滋潤的時候 雨又會變成為順義的事情 涼風在浩下的時節是順景 但是當狂風暴雨摧殘田園的時候 即時又變成逆境了 無論是雨水或狂風 他們都無心於大地的順和逆的 風雨本身非順非逆 因為他們沒有分別心 有妄想分別心的是當局的凡夫 他們埋怨風雨所帶來的逆境 亦因起於風雨帶來的順景的 各位 萬法是因緣無合所產生 並無自性的順義 曾燦蟬絲說 莫存順義 是勸世人不要執著於 原生原滅的時相 要釋除心中的妄想分別 所以他說 不用求真 為須釋見 才有是非 分言失心 放之自然 體無去住 任聖合道 逍遙絕老 作詞